一句枯骨母親擬水身亡 這是震撼全臺的南投殺父父母一案 疑似是為了炸領保險金的情節 檢警介入調查偵辦後 起訴了罹難父親的兒子 從案發到審理跟三審做出宣判 被告王忠義無罪確定 這一起受到矚目的懸疑案件 就發生在2014年8月 被告王忠義從一審遭判 無期徒刑開始案件纏送多年 結果反覆逆轉來到 跟三審無罪確定的關鍵 法院認為被告有據實說明 債務並未隱瞞母親投保50萬元保險 偶爾打零工並且有現金存款 法官認為動機四有牽牆 另外相言遺體照片法醫學上獲得澄清 並未見到死者明顯遭壓制入水的證據 且無積極證據證明 被告將母親推下吸水 或是壓制溺斃的行為 基於不告不理原則 檢察官為起訴被告涉犯過失致死 獲得無罪判決逆轉結果 王忠義質疑當初起訴案件的檢察官 與地院一審法院判決的結果 認為有觸犯獨職罪的嫌疑 如今判決結果出爐 從案發到無罪判決確定 歷十九年多 至於過失致死罪嫌的部分 則由檢方另案處理 三連新聞事宜會去二陽台 中常報導 生日逆庭 雲川 氏 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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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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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